所以我只能呼籲社会 呼籲那些现在反对填海 但其实没有什么理据 反对填海的人 都为香港的未来来着想 就不要以个人的喜好 凌嫁于27万家庭等人上公屋 如果不做这个工作 我恐怕我们是有愧于下一代 这段时间我都看到很多的文章 和海外的情况 现在已经有20多个国家 都是禁止 包括新加坡、澳门、泰国 所以某程度上你可以说 我是推翻了以前曾经作的一个决定 因为到今天为止 没有人可以说电子烟或者相关的产品 是没有害处 不要再拖了 就是决定了就走 今天提出的方案是终极方案 政府不会再妥协了 我觉得能够可以用290多亿 就解决了打工仔长期被困扰的议题 让香港可以向前行 都是值得的 我答案是不会的 事实上香港经过了这几十年成功 我们是累积了有足够的财政的储备 我们也有非常好的底子 只要我们的投资是得宜 我们的钱用得其所 我们是有能力再创高峰 就令到香港的经济更加好 也没有什么政治的压力 因为《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 真是写了《基本法》 所以哪个做行政长官 都有这个宪制的责任 要尽量创造一个环境来做 我想大家都知道 这个工作有多难 就是令到在22个月 我作为政改三民组的政务司司长 根本有很少空间 再去处理其他事情 不要说还有79天的佔领行动 令香港整个社会差不多瘫痪 所以这么难的工作 今天事实上是难以可以告诉你 有个什么的时间表 你可不可以解释 为什么会在这里写这件事 其实是否为了 要和中央交心 换取中央的信任 来谋求连任 在2022年6月30日 你们预测会发生的事 不会发生的事 是和我今天做行政长官 为社会做事是完全完全没有关系 在2022年6月10月20日 我们下来在2022年6月10日 我们下来做行政工事